大家好 我是论娜 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系列节目 可以吃的花园第七集 花园里的欧洲大黄 花园里种了一颗欧洲大黄 每年会在春天发芽 从埋在地下的囚茎中 会长出果肉很厚的茎和大片的叶子 这些茎便是可以食用的部分 一般来讲 每年的四月到六月之间 是大黄最好的收割季节 但是我们的大黄 最晚的收割季节 是在每年的十月 十月以后 大黄的叶子就会变得慢慢的枯萎 欧洲大黄为多年生植物 覆盖着掌形深绿色的叶片 顶上开满了红色的小花 大黄多用分根法来进行繁殖 非常容易成活 不同种类的大黄 会长出不同的颜色的茎 比如绿色或红色 味道也有着酸和酸甜的差别 尽管大黄在美国 英国和欧洲部分地区 是春天常见的蔬菜 但它其实来源于中国 在这里 它则是有着药用价值的珍贵食材 被称为具有神秘通变能力的亚洲植物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 大黄的亮粉色 很快就会出现在市场上了 欧洲大黄被称为万能的蔬菜 它不仅用在糖泽水果 果酱 果汁 蛋糕 和其他的烘焙食物中 还可以添加到酸辣酱 或搭配各种烤肉 也同样好吃 大黄非常适合糖尿病人 和胃溃疡病人食用 因此也让欧美人对它青睐有加 欧洲大黄不仅可以制作各种美食 它独特迷人的香气 也深深吸引了香水制造商 据记载 大约在1640年 一个叫做约翰·罗伯的苏格兰商人 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出发 经过古代丝绸之路 进入了中国西部 并带回了大黄 从那以后 欧洲人的花园 便有了中国大黄 这也是爱丁堡植物园中 大黄的来历 以后我会陆续介绍我们可以吃的花园 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